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今天的频道 今天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日三餐都在吃些什么东西 因为最近呢三月份算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忙机 因为就是四月十五号有个deadline嘛 所以我们最近就会开始比较忙一些 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deadline 所以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种比较繁忙的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都在吃些什么东西 因为感觉就是我平时拍vlog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 就是看我平时在做一些什么东西给自己吃之类的 所以呢就想在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忙记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忙记得来吃些什么东西 基本上呢我吃东西都会比较的简单快速 然后我自己觉得也还是蛮好吃的 然后今天呢是一个周三 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 工作日我都在吃些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对今天这个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早上的话我就做了一个黑芝麻糊 然后这边是一个红糖馒头 因为我最近就来大姨妈了 所以就是早上我一般就不喝咖啡 可能等到我撑不了的时候我再喝 然后所以今天就是这就是我的早餐 早餐一般就是我不会吃的很多 所以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台湾 哈喽大家 现在是12点42 然后我打算来做一个午饭 快速的午饭 因为其实我一般在家工作的话 中午我不会感觉特别饿 就是因为早上刚吃了一些早饭 然后又没有怎么运动啊 又没有怎么样 就是感觉不是很饿 所以我一般中午都会吃的比较少一些 然后今天中午呢打算快速来做一个三明治吧 然后就是面包 然后可能会加一点火腿 然后鸡蛋 还有就是牛油果 然后最后可能再放一点小番茄啥的 然后我们就来快速的开始做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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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我巨额 然后现在来做一个早饭 今天早饭呢还是打算吃面包 然后可能加点牛油果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类似于egg whites那种 就是我在costco买的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早上起来热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 hello大家 现在呢是快一点半了 然后我打算来快速做一个汤吧 因为其实我今天中午没有很饿 早上呢吃了个面包嘛 然后我就感觉现在其实没有很饿 我就打算简单做一个汤 然后和昨天比起来的话 我今天应该整个一日三餐都会吃的比较健康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和昨天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就我有时候就想吃个特别健康 有时候就想吃一些就是那种垃圾食品之类的 然后我今天中午打算用这个海带 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豆腐 然后最后呢我可能再放几个这个什么素 素三鲜的这个水饺吧 然后放进去 就是我今天的中午饭 没有什么料理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是不是有水饺 这有ά一样的水饺 这有水饺 但是不要有 这个水饺 我是真的有水饺 也不知的 我一直觉得不知 为什么 就是那些水饺 那时候有水饺 我一直说 然后我感觉 然后再放一点 那么 水饺 这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我昨天就是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那个番茄乌冬面 然后特别想吃 再加上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要吃得很健康嘛 所以我想说我今天晚上就来煮一个番茄乌冬面 然后感觉很健康又好吃 所以呢我就刚刚就去买了一点食材 然后我还回购了一下 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面包 居然它现在还有嘛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为就是whole food的一个就是常规款的一个面包 因为以前它只有在冬天的时候限定吧 然后现在好像一直都有了 然后我订的咖啡也到了 这一次那个Nespresso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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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那个Nespresso好像是有出限定款的包装 所以呢我特地就是订了一次 因为我一般就是喝完咖啡之后才订 但这一次呢就发现它们有那个限定的包装 所以呢我就提前订了一下 然后这两个呢 一个是上海的 一个是Tokyo的 就它们有换这个包装 感觉这个包装还挺好看的 然后上海的它上面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不见 就它上面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扇子的那个形状 东京它就会做成这种 有一点像那个樱花的感觉吧 就有点日本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次它们这个新的package刚出嘛 然后好像是有一个活动 是好像是买五个 就送一个城市这样 反正我自己是买了五个 然后就送了一个 所以现在是六个城市 就感觉还挺划算的 所以我就买了 i know you're m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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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 天哪 我感觉我眼睛要瞎掉了 我今天就早上 开始在那边工作到现在 我就只吃了半包薯片 就早上除了吃了一点点早饭以外 然后我就中途 就是几乎也没有喝水上厕所什么的 就感觉自己坐在那个地方 做了一天 然后我现在打算 快速的做一个晚饭吧 因为其实我工作还没有做完 而且我明天应该要加班 所以就是这个视频 可能会持续到周六 就本来是想跟你们分享周三周四周五三个工作日 现在周六也变成工作日了嘛 所以就继续跟你们分享我周六吃什么 OK 我现在要去马上快速的做一个饭 我现在要去马上快速的做一个 i never felt nothing quite like this i get a high every time we kiss can't get enough babe so come give me love all of your love won't you love me till the morning love me in the evening you know what i want all of your love won't you hold me like i'm yours show me that i'm yours you know just what i want all of your love won't you love me like the last time like our time was right now show me what it's about all of your love love me till the morning love me in the evening you know what i want all of your love hello大家周六好呀 我刚刚呢出了一下门 然后去买了一杯这个星巴克 因为最近星巴克就是有出两个新品嘛 一个就是那个brown sugar的那个espresso 然后我今天买的是那个巧克力杏仁奶的 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 因为今天直接那个店里就是brown sugar直接卖完了 所以我只能买这个巧克力杏仁奶的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杏仁奶的味道 但是他这个好像做的还挺淡的 就没有很浓的那个杏仁奶的味道 所以我就还可以接受 而且这个巧克力的味道也挺好喝的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喝的话 可能推荐你们去尝试一下 然后今天呢我就是之所以去买咖啡 也是因为我一会下午就是还得工作一会儿 所以得醒一下脑子 所以就去买了一杯咖啡 然后今天天气也非常好 最近波士顿天气真的就是爆掉了 真的无敌好 所以就很开心可以出去晒一下太阳 你们现在可能看起来会有点奇怪 因为我是拿我的手机在录 我的相机今天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相机就直接开不了机了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相机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嘛 所以我可能如果这次直接坏掉的话 我就直接换一个相机吧 然后我到时候再看一下 OK我现在准备开始工作啦 我认识一下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新一天了 然后我准备来这里 给这个视频做一个ending吧 然后我昨天晚上一直一直在看 那个各种相机的测评啊 攻略什么的 因为我打算 我上个相机是那个佳能的GGX嘛 我肯定就是下一个我换的相机 一定要比上一个要好 所以就准备upgrade一下 然后就一直在看 然后现在呢就锁定 可能在佳能和富士当中选一个吧 因为我觉得富士那款 就是XS10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感觉也比较的适合做Vlog相机 所以呢就现在还在观望中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那么快决定 因为我觉得相机是一个 挺大的一个决定的 因为一买了就要基本上用个几年的时间 像我上一台GTX呢 我就用了好几年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把他用回本的感觉 所以呢他也正式从我这里毕业了 就也很感谢他陪伴了我这几年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呢 还是我自己在用我的这个iPhone 我这个应该是11 然后再就是拍摄 其实我觉得就是感觉还挺不错的 就是拍摄的效果还是什么的 都还可以 只是说我觉得有时候相机比较好去调角度啊 还有一些可能后期的时候相机还是比较方便 那就等我再做一下攻略 然后观察一下 看我下一款相机到底买什么吧 我也很期待我自己用新的相机来录Vlog OK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然后也欢迎你去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